什麼?駝背圓肩居然是不一樣的東西嗎?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搞混 我們也常把圓肩跟駝背放在一起討論 但他們在生理上的定義其實完全不一樣喔 大家好 我是超核心健身中心體事能教育訓練部門的主管 我是 Simon 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 先幫我按讚訂閱 並將影片分享給你分不清圓肩駝背的朋友們 圓肩駝背是許多上班族的困擾 只要你的身體不是直挺挺的一直線 就會有人說你 啊你這樣是圓肩駝背啦 但其實圓肩駝背有他們各自的定義 如果你也想知道圓肩駝背的差別在哪裡 分別會對身體造成什麼的影響 那你一定要看完今天這支影片喔 圓肩駝背到底差在哪裡呢 首先我們要分清楚駝背 及圓肩的定義 駝背為生理上的胸椎過度的向後彎曲 大概超過40度以上就算是駝背了 正常的脊椎分別是由7節的頸椎 12節的胸椎跟5節的腰椎 再加上骨盆所形成 由脊椎的側面來看 正常的走向應該是 頸椎的前彎 然後胸椎的後彎 加上腰椎前彎的曲度 而胸椎過度的向後彎曲 則是我們一般所稱的駝背 主要以中段的胸椎過度後彎為主 但也有可能會發生在下胸椎的段落 圓肩是原本身體後方的肩胛骨 沿著胸部向前向外向上的滑動 正常的位置是兩邊的尖峰的連線 應該會在耳垂的正下方 圓肩可能會有四種情況發生 第一個是肩胛骨的前傾 第二個是肩胛骨的內翻 我們通稱它叫做天使的翅膀 第三個是宮骨的內轉 然後第四個就是我們前方的鎖骨 被迫被往前位移了 所以判斷有沒有駝背 要看胸椎是不是有過度的彎曲 那判斷圓肩 則就是看尖峰的位置是否正常 知道了圓肩跟駝背的差別之後 一起來看看它們分別會對身體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吧 駝背會對身體造成什麼影響呢 第一個就會對肌肉骨骼產生變化 然後出現疼痛 駝背會改變胸椎的角度 讓身體向前彎曲 身體的後方胸椎上面的肌肉就會被拉長 像是斜方肌 後上鋸肌 豎脊肌等 身體前方肋骨上面的肌肉就會被縮短 像是腹直肌 腹外斜肌 腹內斜肌 身體為了維持姿勢的平衡 會連帶的影響 將頸椎肩膀腰椎及骨盆的相對的位置 進而增加椎肩盤的壓力 及脊椎周圍肌肉和韌帶的受力 所以駝背不但會造成整體姿勢的問題 若是累積的時間過長 脊椎周圍的肌肉會出現疲勞 組織傷害或關節磨損退化 就會出現疼痛的問題 第二個影響是內臟的功能 駝背時會壓迫到前方的胃 因為我們的胸闊會被關起來 也會影響到我們的呼吸道 而引起呼吸的不暢 然後胸悶跟消化不良 呼吸是氧氣的提供 消化是營養的供給 當氧氣跟營養無法有效的供給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就無法得到充分的營養 然後就會影響到身體的發育 同時 美睫胸椎的椎體上面 都會加掛上一對肋 跟一隻胸骨形成胸闊 那胸闊中保護的人體 最重要的兩個器官 一個是心臟 一個是肺臟 當胸椎發生變化時 胸闊就會跟著發生變化 我們的心臟跟肺臟 就會因為胸闊的空間被壓縮 而影響到自身的功能 第三個身體的平衡能力會變差 駝背會使頸椎胸椎腰椎骨盆 和肩膀出現功能性上面的不協調 加速脊椎的退化 例如我們會頭部向前傾 肩胛骨會向前向外打開 腰椎的前彎不足 還有身高縮水等等 駝背造成的身體姿勢和結構的改變 會導致重心向前偏移 嚴重駝背的狀況 若是不用手支撐 由坐到站會有困難 行走及爬樓梯的速度會變慢 平衡感明顯的變差 也會增加跌倒的風險 圓肩對身體產生的影響有哪些呢 一 肩關節活動度的受限 圓肩會讓公骨處於內轉的位置 負責公骨內轉的肌肉分別有 胸大肌 闊背肌 肩胛下肌 這些肌肉都會縮短 負責公骨外轉的肌肉 像後三角肌 直下肌 跟小圓肌 就會被拉長 當我們需要高舉手背時 前側內轉的肌肉變緊了 後側外轉的肌肉變得比較無力的傷害之下 會造成手背無法完整做出動作的範圍 例如 需要快速揮動手背 往前方的時候 可能會因為後側外轉肌肉比較無力 而無法將快速向前揮動的手背適時的減速 而產生所謂的運動傷害的發生 第二個叫上交叉症後群 圓肩是肩胛骨發生了向前 向上 然後內翻 即公骨內轉的關節動作 當肩膀的前方 和上方的肌肉變短的時候 肩膀後方跟下方的肌肉被拉長了 就會引起所謂的上交叉症後群 第三個是體態不佳 外觀上會有肩膀變窄 胸口下沉 和上半身變圓的視覺感 對女生的影響更大 不僅是影響了疑態 甚至還會影響女生的胸部 背部的彎曲 肩膀的前傾 會讓胸部看起來下垂 圓肩還會使背部的肌肉緊繃 肩膀壓迫到胸部 可能會影響胸部的血液循環 還有淋巴循環 導致胸部感覺到壓迫 雖然駝背發生在胸椎 圓肩發生在肩膀 但肩頸周圍的肌肉緊繃 會造成肩頸的痠痛 而人體為了維持姿勢的平衡 會連帶影響到頸部跟頭部 時間久了以後 會壓迫到頸椎的神經 這個時候會發現 胸椎也不自覺的向前彎曲了 所以駝背跟圓肩 兩個在定義上有明顯不同 但是在身體上的功能 會相互的影響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會把圓肩跟駝背放在一起討論 因為他們非常容易連帶的發生 會發生圓肩駝背最大的原因就是 長久的維持坐姿 使用3C產品的錯誤知識 對身體的影響 初期可能只有外觀和儀態上的視覺不佳 也有可能只是因為肌肉緊繃 造成肩頸痠痛的這種輕微的症狀 但嚴重後 就有可能會壓迫到脊椎的神經 影響到精神的狀態 而胸或受到壓迫後 也會造成呼吸不順影響情緒 同時胸腔吸氣不足 導致的呼吸不順長 細胞容易缺氧 大腦工學不順的狀態之下 就容易讓人昏昏沉沉 想改善這個情況很簡單 你可以放下手機 起身走一走 離開沙發 起來動一動 抬頭看看遠方的風景 並且保持規律的運動習慣 找專業的教練 學習正確的動作控制 我們下週會發布 關於圓肩駝背的內容 告訴你如何透過運動 生活習慣 慢慢調整圓肩駝背 如果你也想知道 如何改善這個問題 那就一定要鎖定 我們下週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們分享的 運動生理的內容 不要忘記給我們一個讚 並分享這支影片 給你圓肩駝背的朋友們 想知道更多健康 飲食和健身的實用資訊 歡迎你訂閱 超核心健身中心的 YouTube的頻道 我們會繼續帶給大家 更多優質的內容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拜拜